我在外面上班他特别的不信任我 并且休息的时候还和我成天的吵吵闹闹 他总是不能陪在我和孩子身边 我们经常很难沟通 在家里带孩子也不行 就是成天的特别难散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家 平常大大小小的事情全压在我身上 我真的感觉和他快过不下去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戴先生 33岁来自澄庆工程馆里 来 有请戴先生 有请 刘女士 31岁来自澄庆家庭主妇 来 有请刘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说您这长期都不在家里生活 是吧 是 是 特别毛毛工程馆里 肯定的 因为在工程上接触的人也很多 并且下面一起做的工人也很多 平常很多繁琐的事都要我亲自去跑 说您这个2017年的61陪过孩子一次 到现在就再没陪过了 确实是没有时间 做老婆的心里是不是特酸楚的 我感觉和他这个日子没法过下去了 没法过下去了 他长期在外地工作 我们俩是长期分居 他一年也不回家几次 偶尔回家也就一两天 回到家里更是不和我和孩子说话 连上次陪我出去逛街 还是过完春节之后 走到商场 门口他就不进去了 就在那里站着玩他的手机 他说你要逛你去吧 你不陪我逛也就行了 但是你不能不陪孩子呀 你陪孩子的时间更少 上一次我们一起去儿童公园玩 到现在已经快两年了 你们俩结婚有多久了 我们结婚11年了 是从结婚的第一天或者叫第一年开始 你们的婚姻状况就是这样嘛 长期的两地分居 先生在外面工作 妻子在家里照顾家 是这样 是的 是的 那你们这11年靠什么来 维系夫妻之间的这个情感呢 我们就靠孩子在维持关系 我们一直最多打两次电话 那两次电话也就几分钟 他也不爱和我说话 就是和孩子讲 我说你为什么不和我讲 他说我和你有什么讲的 关键是我现在 把异性的心思就是用在这个外面赚钱上 我现在是 现在孩子也这么大 真的很难把你沟通交流 行 不着急 不着急 这个先生说他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挣钱上 对吧 家用都是他 是吗 不是 不是 不是啊 我还是在做兼职 这挣的钱呢 他挣的钱 我在外面我要花销啊 我还要去搞运筹 只要他给有他的零用钱和生活费就够了啊 我就像你的保姆一样 每次我 假如生活费实在是不够了 叫你给我一点 你才给一点 你孩子的学习上 这些你是从来不管的 两孩子上补习班 就是靠我做兼职的钱 这男孩女孩啊 男孩子 10岁了 跟爸爸亲吗 不亲 对 反正常年不在 对吧 对 您统计过他一年呢 在家里待的时间最长的是 就是结婚11年 最长的待过多少天 最长的就是在家过春节嘛 过春节也就一个星期左右 哦 结婚11年 每年在家待一个礼拜啊 对 平常也没什么联系是吧 打电话他不爱接 发信息从来就不回过 那这11年你是咋过的呢 11年为了孩子就这样忍着过呀 你心里最大的愿望 就对他的愿望是什么 你心里对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或者说要求是什么 我主要是考虑到 他长期在家里面 只要他有一个固定的工作 一方面能照顾孩子 只要能解决他自己的生活费 和孩子的生活费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自己挣到钱 我就能省下来了 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了 妻子有稳定的工作 能挣钱养活自己和儿子 是这意思吧 是 你要对他有个愿望 或者要求的话是啥呀 我对他的要求就是 让他给我买房子 你知不知道吗 我们现在 马上面临搬9次家了 结婚11年搬9次 一直租房子住 一直租房子 我第一次我们租房子的时候 我怀着又六个多月 因为那里条件太差嘛 就搬第二次 生小孩子一个多月 因为他要换工作又搬 又搬第三次 搬到那个小房间里 和七八家人 共用一个厨房厕所 孩子还小嘛 一个多月才 老是吵 邻居很不高兴 我又搬 又搬到一个 又是一个小单间里 搬到那里是冬天 我没想那么多嘛 但一到了夏天 那是十棉瓦的顶楼 我都热得不行 何况孩子 没办法 我再搬 住这个房子 我们能承受得起啊 我一个人在外面工作 一个月下来 也挣不了多少钱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都搬第五次 那里又住了一段时间 下手管道又堵舍 我孩子还要出去上公共厕所 做了决定部分 我们再去找一个好的条件 再搬一次吧 他说 你又是搬 你又是搬 又和我大吵一架 扔下我们就走了 不管了 每次搬家都是你做决定 我带着孩子 又出去找房子 那时孩子才一两三岁 我背着孩子去找了一天 整整一天 终于找到了 我心里当时还挺高兴的 我就说马上想给他打电话 商量着嘛 关机 一直打到 很晚很晚 也是关机 我没办法 一个人在家里 晚上收拾了一晚上的东西 到了第二天 我自己找了一个小三轮 带着孩子 带着我们的所有行李 又搬到了那个三十一厅里面 好像隔了三天左右 他的电话才终于打通了 还没听我解释 就说 你难道又搬家了吗 你那里实在做不下去吗 你要做什么样的房子 主要是那个三十一厅太大了 我觉得你两个人 没有必要做这么大的房子 但是你听到没听我解释 你知道吗 费用也很高啊 我当时也想着说 一个月好几百 要出去找别人 找另外的人来和我们一起贪房费嘛 但是你没听我解释呀 一起合作 毕竟那些人我们都不认识 都是陌生人 我担心你在家里面和孩子有危险啊 这个现在住什么房子啊 现在住了两次一厅的房子是 但是离我孩子上学的学校很远 要赶一个多小时的公交 早上六点半就起来 不是 你这当爹的 你应该规划呀 做丈夫的 你应该把这事安顿好 这不是该你安顿的吗 怎么说呢 主持人 就是我这个人嘛 就是平时确实和妻子之间的交流啊 也很少 再加上我对这个人生规划啊 可能很迷茫 过一天算一天 我们房子马上就要面临拆迁了 我就想着 他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跟我承诺说 我不让你工作 也要给你买一套房 买一套属于自己的家 到现在他也不实现 钱也没有 还叫我跟他回他的老家过日子 我主要是觉得 现在老家的条件这么好 交通这么方便了 回老家生活压力没这么大 毕竟在城市里生活着 我的压力是很大的 我一个人承担 我不管要照顾你和孩子 还要面对以后的老人 这些问题以后 都是要我一个人来承担的 我肯定要考虑进去 我不可能 就现在为了 你和孩子的安逸生活 就不考虑以后了呀 我什么安逸生活了 你考虑我和孩子什么了 你考虑孩子 你哪里考虑孩子了 连孩子想上个兴趣班 你也不让 等于现在你对生活 是有新的规划的是吗 我现在主要是想 等我再做十年 有了一定的积蓄 我们再去考虑买房 回老家是你的规划吗 回老家就是想自己以后 比如说现在有一 挣了一部分钱 可以在家里面搞一些 其他的 你是在挣到钱了吗 养职业的 养职业之类的东西 你是在有积蓄吗 有不多 你知道他有积蓄吗 不知道 那你怎么样 人家安心跟你过日子吗 我不可能把钱 全部交给他管了 我现在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不是你为什么不放心他呢 主要是他花钱太大方了 你一个月大概给家里面 多少家用啊 两三千左右吧 他带着一个儿子 两三千左右 还租着房子 对 他这手能大到什么程度 你告诉我 我想象不出来啊 主要是我自己 现在一个月工资也不多 也就五六千块钱一个月 他现在是什么也不管 往家里也不放钱 我会认识 我会认识 你会认识 你会认识 我去吧 但是你会认识 所以我能不能给你 疯人的关系 我会认识 你得到你 还不得了 我现在打算 我也有点 你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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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的 这家人 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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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说家里面 这些繁琐的事来 反你 你是丈夫 你是父亲 你刚才怎么还好意思说 你妻子 照顾你孩子不细心 我请问你 你管过几次孩子 陪过几次妻子 所以很显然 你不但对这个家不尽责 你对妻子 对孩子都不负责 所以小代 我真的听到现在很无语 你真的很不像话 我原来真心想劝你们 感觉你们两个人 好像应该重新恋爱 应该相互信任 我感觉我有点幼稚 婚姻是一种责任 你生了这个孩子 就要对这个孩子负责 你当年这么可心的 去追自己的妻子 这也是要有初心的 你的初心啊 所以我真的不想多说了 越说越气 我认为你真的慎重地 考虑一下 买房也不要等了 他刚才有一句话 十年以后 这是一个托词 你有几个十年啊 好 谢谢余老师 来 佑老师 我其实不太想 跟这先生说什么了 因为他整场的表现 我觉得我们说什么 他也听不进去 今天我听下来啊 这位女士 你太纵弄他了 每次你都忍了 那十一年之后 你突然说我不能忍了 他能接受吗 所以其实你一直以来啊 活得一点都不硬气 就是每次你都在退让 退让完了之后 你抱怨两句 下次还接着退让 其实你在他的世界里 就是一个隐形的人 而且他希望你 成为一个隐形的人 而且他也不会跟你离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再也找不到 一个比你成本还低的 能够帮他带孩子的人了 你现在如果把孩子给他 十岁的孩子 他每个月要给孩子 负担课外补习的费用 书本费 然后包括这个 这个上学的 开销的一切的费用 他还得拿出时间照顾 两三千块钱 他肯定搞不定这些 但是你可以搞定 那现在他一分钱都不给了 你还能搞定 你还在心存幻想 觉得这个男人在今天 以后可以改 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 然后照顾孩子 还能给你买房子 我觉得你纯属做梦 你自己考虑一下 如果现在 如果有一个人帮你带孩子 你出去找工作 你觉得你能够养活自己吗 能做 觉得能过得比现在好吗 至少比现在轻松 那我觉得你们俩 就不妨讨论一下 每个月给孩子多少抚养费 这是他必须应该尽到的责任 而且他每年必须拿出多少时间 来陪孩子 因为这是他作为父亲的义务 所以你不应该让他活得这么轻松 所以我觉得其实女人在该谈钱 该谈道理的时候 不要盲目地谈感情 因为这个男人 我从他的眼里 一点感情的成分都没有看到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用实在一点的东西 来制止他 好 谢谢苏老师 来 曲哥 刚才有一个问题是主持人问出来的 你们双方各自对你们的婚姻 或者是爱情有什么愿望 男生是说 我希望他能够出去找一份工作 能够把家里这些 所有的生活负担都解决了 自己好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这句话简单地可以理解为 你对待这份婚姻 或者说对待一个家庭 你认为它是一个负担 最好能够离我远点 别让我想太多他们的事情 因为每年不得不在春节这个期间 回来七天 回来还没有任何的交流沟通 女方对于你们的婚姻爱情的愿望 就是要一个房子 对吧 这个房子可以让你和孩子 有一定稳定的居所 能够其实让孩子过得好一点 所以你们两个人对这份婚姻 依然没有任何感情可讲 一个是极度的自私 一个是不得不现实 对于感情上没有任何奢求 或者没有任何前途的爱情和婚姻 要它何用 留给彼此的就是伤害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没有感情的婚姻 能够维持到11年 最大的问题其实就在女方 你始终是在维护着一个所谓的面子 为什么你们的婚姻家庭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 居然双方的父母都不知道 毫不知情 你是想为自己过去的冲动 过去的无知买单 你耗着个面子 周围都没有朋友了 只能自己喝闷酒 所以其实你现在已经不得不迈出去工作的脚步了 但是我希望你能勇气再大一点 勇敢地面对你现在的问题 自己去真正要为你跟孩子的未来着想 从他那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 他必须每个月要有多少的抚养费进来 但是与爱情无关 那是他应该付出的事情 明白吗 然后不要顾及你所谓的面子 真是让自己受到伤害 最终会害了孩子的 如果孩子在这种不健康的环境里成长 他的心态怎么能够健康 他未来还要美好的生活呢 他也要组建家庭呢 如果这样的失败 对于自己母亲伤害如此之大 对他的健康成长也是不利的 明白吗 勇敢起来 面对这些现实吧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胡老师 这十年你不是搬家 就是在搬家的路上 从怀着孩子开始搬 一直到孩子十岁 是吧 是的 你听这个会有什么感受 确实他还是很辛苦很不容易 你看这就是他的认知 他的认知只是说不容易 很辛苦 其实作为男人来说 不只是说像你所说的辛苦 和不容易这么轻飘飘 你内心会有一种很深测的心疼 这是因为你造成的 女人是你的女人 孩子是你的孩子 就听到这些你会很愤怒 但是后来我看着你之后 我就不愤怒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没有缺胳膊勺腿 你是个很健康的女人 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 你很偏步 你就要往这深渊里跳 你当初跟她结婚之前 你说你没有看上她 你选择了将就 说明你不爱自己对吧 你要是爱自己的话 不会这么轻易地 选择自己的婚姻 选择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对不对 所以你根本不爱自己 其次你也不爱孩子 你哪里爱孩子呢 如果你爱孩子 凭着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还可以找到工作 你就应该选择一个 让孩子能够承载 阳光底下的生活 而不是让他一天到晚 跟着你搬家 所以其实你也谁都不爱 到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只是显示了 你内心对于自己 婚姻 生活 人生的失望 所以你就此 开始妥协 开始荒废了自己的人生 我说句难听的话 相比于他的冷漠 你的麻木更可怕 他只是冷漠 冷漠的人 你不搭理他就好了 但是你很麻木 你知道吗 你的麻木就是 对于自己人生不够积极 对于孩子 其实你还不够用心 对于自己的将来的生活 你没有憧憬 你是活生生地 把自己所有的生活 希望放在一个 冷漠的男人身上 虽然结了十一年婚 你才三十一岁对吧 是三十一岁吧 是的 对吧 容貌也还不错 你勇敢起来 选择下自己的婚姻嘛 你还可以找到一个 爱你的男人 对不对 带着孩子一起走 你就让他一个人 孤家寡人的活 你完完全全 有可能扭转自己的人生 你不要把自己捆绑 在他生活当中 成为他的附属品 你接下来 还有青春的小尾巴 你赶紧抓住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没有什么要说的 其实最需要要说的 就是认知 就是我们对待婚姻的这个认知 觉得守着这个婚姻挺好的吧 日子过得什么呀 俩人都过得不好 其实有很多人认为 婚姻是拿来改变命运的 这个其实是最要命的 为什么说这个听得比较震惊呢 震惊就是说 这十一年 他还能这么守着过来 所以大家也不要有特别高的 这个期望和期待值 指望着我们一席化 就可以让他重新认识生活 如果他不发自内心改变的话 今天他也许不出来 但是在生活里 还会继续这样一段婚姻 所以你得想清楚 婚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呀 如果你想不清楚 你未来的日子还是糊涂的 你这个其实就是 又做了十一年的单身汉嘛 对吧 不同的是做了一个挂名的爹 有那么一个儿子 是吧 我倒觉得 你应该像一个男人一样的 做一次选择 既然你不爱他 既然你不想承担 你就放手走 今天在节目里怎么选 我觉得都无所谓 我只是希望你在生活里 能把这件事想明白 婚姻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 人的命运就在自己的手里 你努力 生活一定会给你回报 也许回报的低 但是一定会给你 还有一点 曲总其实说的特别对 你希望你儿子 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总需要生活里 有一个榜样 既然他的爹 不能作为他的榜样 那么他的榜样该是谁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老婆在这十多年当中 确实我对你和孩子的照顾 确实是很少 但是我会尽量抽时间 在以后的日子里有所改变 多抽时间陪伴你和孩子 希望你能在以后的日子里 能原谅我 让我们的婚姻继续走下去 把孩子培养成人 这样也让我尽量多经营 一个作为一个当父亲的 一点责任 不然的话 以后我内心上 肯定还是过意不去 毕竟孩子现在也这么大了 对他来说的话 肯定是以后有很大的影响 起了要蹬吧 好了 谢谢两妹 请回吧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这对嘉宾朋友 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看 就在一起 谁要混相遇 你很容易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 他们有请 谢谢 谢谢你们能来 请回吧 谢谢 就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